大家好,我是杜照法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佛典故事 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就是 当我们遇到疫境的时候 怎样能够站得住脚,勇敢去面对 这个故事发生在佛陀时代 有一个比丘有一次跟一个女子戚戚 这件事之后就被人知道了 而且人们还恶意批评 令到这个比丘的明星受到损害 于是这个比丘就想自杀算了 这件事被天人知道了 于是天人就化作这个跟他一起戚戚的女子 就去到这个比丘面前跟她说 其他人其实都误会了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既然是这样 不如你就干脆还俗 跟我一起过生活 那这个比丘他就跟一个女子说 他说我宁愿自杀 都要保存我这个清白 那当这个比丘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天人就确定这个比丘 他意志坚定 所以就恢复自己天人的身份 这个天人就跟他说了一句继续 大意是 当我们听到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说话的时候 身为一个修行人 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个苦中自尋苦 不应该起烦恼 当我们听到这些不喜欢听的说话 或者是诽谤的说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起了烦恼 就犹如在森林里面的野兽、动物 他们听到一些的声音 就会立刻很害怕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去逃跑 所以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就要忍得住、耐得住 不是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譬如人家说 你是一个贼 那难道我真的是一个贼吗? 人家说我是一个阿罗汉 难道我就是一个阿罗汉吗? 所以 我们不应该为了人家说的东西 而自己对号入座 由于我们生病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知道 我们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 其实很正常我们的反应就是 我们是起情绪 不接受 吃不下 睡不着 担忧 恐惧 甚至是发脾气 更加严重的 可能我们萌生 自杀的念头 去逃避 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以至到失去了理智 其实 话又得说回来 当我们在一个凡夫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自己患了重病 甚至是不治之症 担忧 恐惧 这些是正常的 但是 当我们经过一轮的 看医生 或者是跟家人去商量 怎样去处理 用什么方法 当我们处理这些事情过后 其实 我们就应该去调整 我们自己的身心 将我们的脚步站稳 回到正轨 不要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与病共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跳舞 是两个人的嘛 那如果我们病了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情绪 跟着它一起起起伏伏 那就是跟病一起跳舞咯 所以 其实 我们有一个说话 叫做柳暗花明 柳一村 例如我们曾经见过 一些的病人 他们因为交通意外 不能够再行动 甚至到 是躺在病床那里 已经二十几年 在外人看来 他其实就在那里等死 但是因缘很奇妙 谁知他在这个医院里面 就遇到佛法 而且这个佛法 一click 他就着火了 他就很精进 自己很努力 去学佛 把自己的心 自己心里面的世界 完全扭转 觉得自己很开心 解了很多心结 所以我们病了 不是就是兵败如山倒 什么都没有 什么希望都没有 都绝望 其实我们病了 还有家人的关心 家人 朋友 身边的人 甚至是医护人员 跟我们一起去暴行 一起陪伴 所以希望大家 在顺境的时候 好好把握 逆境的时候 就要坚强勇敢去面对 跨过这个难关 不要与病共母 祝大家身体健康 身心自在